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Scott 今天我們來做一家不一樣的影片吧 8月的COVID-19的最近發生問題消息等等 那我們就開始吧 Let's go 所以衛生部長在BC省宣布有47個新病例 目前全身有351的活躍病例 好消息是有3288的已經從裡面康復了 所以說Yeah good job 有9人因COVID-19而住院 在BC省沒有相關COVID-19的死亡 如果大家需要幫忙或支援的話 歡迎在以下來電哦 好第二個新聞就從Translating開始 從8月24號大家大部分的地區都需要戴上口罩 當然有些是例外的 不過政府說這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因為大家坐上去的話比較安心 不會說坐到一半然後聽到有人大聲咳嗽 你也不知道是病毒 還是只是他們人生不舒服 覺得大家戴的話至少會比較安心上車 不會這麼的害怕 目前他們表示5歲以下的兒童 如果是因為醫療問題的話 可以不用免戴這個口罩 或者是如果呼吸困難的人 可以用個避免遮置物 大家覺得這個規則如何呢 在Translating 不管是坐公車C-verse 或者Skytrain 至少戴個口罩 你覺得是好還是不好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哦 第三個新聞 我們政府注意到其實都是很多年輕人都是在太high了 他覺得是被困在家裡太久然後很悶 然後一出去派對的話就是幾乎是一半認識人 一半不是認識人 結果就不小心感染了 其實蠻嚴重的 他們的心理心態還是覺得是一個年老人會得的病 這是大家都可以得的病毒 真的要小心 必須要出去玩的話 請把洗洗手 顧好衛生 不要跟不明來歷的人一起玩耍 也是要保持社交距離 如果你最近是從其他國家 或者台灣回來到溫哥華的話 當然大家都知道要至少隔離14天 不過你如果需要找地方 或者是不太確定在哪裡的話 這裡 這裡 或者這裡 有個LINE的QR Code 歡迎加入進去 裡面有些資訊 你們可以大家問問看哦 好 最後是我的個人更新 最近我有去Watersports Waterpark的 在Harrison裡面 水上遊樂場 老實說第一次去玩 哇 真的是太high了 一定要去 大家都還沒看這個影片 的話就在這裡或這裡 我有做個進化版 不過好消息 他官方其實有注意到 我拍的進化版 就是才幾天前去 他們現在邀請我再去拍一個介紹影片 所以非常期待 然後當然我們去的話應該是明天 所以說他會給我個優惠嘛 大家歡迎輸入進去 然後我注意到他們的COVID-19的保護測試做得非常好 他們的Watsuit、水衣 全部都有消毒噴過 在玩的時候 差不多才五個人 因為他們設施很多 又是超級大 所以說大家都會到處跑 然後如果你不想等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跑下一個就好了 好 目前就這樣子啦 大家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幫忙訂閱、按讚 和按那個小鈴鐺哦 拿到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大家下次見啦 掰掰 ization 都會看 了 劈amiento 全部都係 劈店 混ונים 且 原 resigned 可愛 今天 滟 天